耳朵一直都是人们最敏感的器官之一,偶尔耳道内有分泌物时人们都爱及时清理,不然会感觉很痒很不舒服, 时间久了,更是一有不舒服,便会第一时间习惯性地用耳朵少赶紧挖耳朵,当然,也会有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 8月31日,在辽宁大连某医院耳鼻喉科,来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,老大爷说晚上睡觉时感觉耳朵发芽,好像一只小虫子背了进去, 医生立即使用耳内镜对老人的耳道进行了检查,发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,老大爷的耳道里竟然有一只蜘蛛,而且更为离谱,的是它已经在里面结网了,真是不看不知道,一看让人惊吓一跳,耳朵内竟然让一只蜘蛛爬进去不说,还在耳道内结了网, 看来老人还真是粗心大意,没有及时地发现这只蜘蛛,幸好老大爷到了医院,医生立即采取措施,将这只不速之客清除出去,不然后果真是不敢想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